在庆余年中十大美女排行 八位和范贤关系极深 三位为其生子 第十位 冬儿 冬儿这个角色并不是主角 而是从小跟在范贤身边长大的丫鬟 她在十岁的时候就抱着范贤 不过范贤因为有着成年人的想法 知道自己之后的路比较艰难 便刻意疏远了冬儿 最后让冬儿找了一个普通人过了余生 而这位丫鬟有着面貌柔美 双手白嫩的设定 算得上原著中一位美人了 第九位 海棠朵朵 作为北极圣女 海棠朵朵识从苦和 有着酒品的实力 但却十分向往田园的生活 和范贤之间也有着暧昧的关系存在 对于海棠朵朵的样貌描写 其实原著中称不上惊艳 容貌和普通人无异 只是双眼非常明亮 所以和范贤有些妖孽的面容放在一起 显得并不是很搭配 虽然最后跟范贤隐居了一段时间 却依旧回到了草原之中 过上了她无拘无束的生活 第八位 叶灵儿 叶灵儿是灵王儿的跟班 非常喜欢习武 是一个小舞痴 在认识范贤后 成为了范贤的徒弟 其容貌描写虽然少 但说她眉若远山清代 眼眸十分明亮 还能够被二皇子所看中 姿色自然不会太差 只不过两人的婚姻 仅仅是庆帝和叶宠下的一盘棋而已 结局并不是很美好 第七位 范若若 作为范贤名义上的妹妹 也是京都中的第一才女 从小就被范贤灌输了现代女性的教育 是范贤的一个小迷妹 对于范若若的容貌描写 只是说她生得非常干净 柔弱中带着一丝冷漠 所以称不上太过惊艳 而被指婚李鸿城后 央求范贤毁掉这门婚事 然后前往了北齐中 跟随苦和学习医术 并且被武竹训练成为了女狙击手 在最后用狙击手帮助范贤射杀庆帝 让庆帝破防后被武竹激光眼击杀 也有了很圆满的结局 下面这位就是和范贤有夫妻之名的人了 第六位 柳思思 柳思思是范贤的大丫鬟 在范贤少年时期就跟随在她的身边 在范贤和凌王儿结婚的时候 柳思思便被范老太太当作了鹤里 送到了京都之中 成为了范贤的同房丫鬟 在范贤下江南的时候 便和柳思思发生了关系 并且两人生下了女儿 就这样 柳思思便成为了范贤的妾室 能够成为主角的老婆 容貌自然也不会太差吧 第五位 战斗斗 战斗斗虽然是北齐皇帝 但却是女儿身 从范贤默写下众多著名诗句后 便对她心神向往 让自己搅混整个北齐朝堂 也只是为了女儿身不被发现 但毕竟要有传承子嗣 不然她真实的身份 还是会被发现 所以便和斯里里 海棠多多两人 联手设计了一下范贤 两人有了夫妻之食 并且战斗斗成功怀孕 生下了女儿红豆饭 只不过范贤一直不知道这件事 认为当初自己睡的是斯里里 虽然战斗斗经常以男装地袍出现 但美与之间也能够看出 是一位角色美人 不然也不可能白白便宜了范贤吧 第四位 林望儿 虽然林望儿是女主 并且还是范贤的正事 但容貌上 林望儿其实并不算最漂亮的 在小说中 范贤第一次见林望儿的场景 就对她容貌有了描写 额头比较大 鼻子有斜肩 肤色也有一些的过白 嘴唇也要比一般的姑娘厚上一些 形象并不是很完美 但范贤这位重度红楼爱好者 在看到林望儿并交的样子后 也就将其比作了心中的林黛玉 最终 两人也喜结伶俐 为范贤生下了儿子范良 两人一同隐居了下来 下面这位就是北齐名义上的皇后了 第三位 斯里里 斯里里本身就是北齐的密探 但是斯里里原本是庆国皇族之后 其爷爷是一位亲王 但在叶青梅帮助庆帝解决两个亲王后 斯里里也就家道中落 逃离到了北齐中 虽然战斗斗很喜欢斯里里 但她却并不被太后待见 所以便成为了探子 身为最先居的头牌 斯里里引得无数南庆王公贵族败道 一鸣一笑皆是万种风情 堪称绝世有物 只不过和范贤之间虽然有情 还是嫁给了战斗斗 成为了名义上的北齐皇后 第二位 李云锐 长公主李云锐 虽然出境的时候年龄有些大 但她的容貌也堪称角色 三十岁的年龄 神态却像是一位刚刚十六岁的少女 那眉眼让世上所有男子都心神向往 这就是原著中对于李云锐的描写 可见李云锐同样是一位美女 并且不仅仅是太子十分迷恋她 就连庆帝也是如此 两人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 只不过碍于皇室的脸面 庆帝才没有收下自己这位妹子 加上庆帝只想要江山 李云锐的野心也最终破灭 最后服毒自尽 第一位 叶青梅 作为范贤的母亲 叶青梅同样是一个穿越者 在离开神庙见到萧翁和苦和之后 还被两人当作了天上的仙女 通过对于范贤容貌的描写 不难推断出 叶青梅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美女 其一手建立起了内裤 并且帮助成王夺得王位 但叶青梅想要的威胁到了庆帝的统治 所以庆帝最后便对叶青梅下了杀手 虽然他没有详细的介绍 但却是贯穿全书之人 对于庆余年的作用是举足轻重啊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终于要等到青梅年二了 张若云上海报令人期待 网友追定了 近年来热播的电视剧是一步接着一步 很多剧都是很不错的 一般有好的剧 大家都期待可以继续播出第二部 要说到追拍续集的剧 那一定要数青梅年二 观众的呼声很高 张若云在社交平台晒出海报是一张地图 并且配文是 赞别江湖回马京都 可以看到 马车是从黎阳开往庆国的 不少观众都期待 并且猜测 这是青梅年二即将来袭了 张若云在青梅年中饰演的范贤这个角色 还是很不错的 长相帅气 而且演技也让观众感觉非常的过瘾 青梅年改编自猫腻的同眠小说 讲述了一个有着神秘绅士的少年范贤 自海边小城出出茅鲁 历经家族 江湖 庙堂的种种考验 锤炼的故事 在青梅年中 还有陈道明 吴刚等老戏骨同台标系 真的是看点十足 作为一部经典的古装剧 相信不少观众都看过的 整部剧的演员演技在线 并且浮化到精良 还是张若云主演 不得不说 张若云的长相帅气 演技也是很不错的 而且古装扮相非常的好看 饰演了不少经典的角色 之前在雪中汗刀行这部武侠剧中的表现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浓浓的武侠风 并且精美的浮化到 演员的打戏也不错 相信这次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 这次张若云在社交平台发出的消耗 观众都是很期待的 但又有一些担心 大家都希望是原班人马出演 如果换人了 剧情上还是会有些拉胯的 青云年中的每一位演员 都给大家塑造了不一样的经典角色 希望可以原班人马出演 相信播出之后 会成为爆款作品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框 和大家一起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